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定感的话 它会影响他的家庭 它会影响他的社会 它出身于哪一个家庭 哪一个社会 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安全感 那这个人本身自己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心理反应 情绪上也会出现 然后它会影响他的家庭 影响他的社会 使得大家觉得完蛋了 就是世界的末日快到了 像这些事情都是因为缺少安全感或安定感的一些原因 而产生那种现象 但是怎么样子能够有安全感 有安定感 这是相当难的 因为很多的人希望追求安全感 追求安定感 用种种的方式 用种种的对策来啊 追求安全感和安定感 实际上人类是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安全和安定的保障的 你用法律也好 你用科学也好 用任何的一种手段 向外堆球 向外来设防都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号标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人类已经进了21世纪啊 这个用科学的这个法明呢 为我们带来许多的无知为民的享受 但是人到了今天呢 是不是比过去的人更有安全 更有安定的保障呢 并没有 而且甚至于更差一些 事实上人的寿命呢 比过去的人要长了 而人的健康是不是比过去的人更好 这是一个问题了 那么另外呢 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说因为有科学的法明 而让我们自己真正有安全呢 没有啊 因此呢 释迦牟尼佛只是老早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呢 意味地追求 向身外追求 向环境追求 向天然的自然追求 要求有保障 有安全安定的保障 永远是不可能的 可能又追求呢 安全呢 越少 那只有向内心呢 来做功夫 反求之急 那可能那比较好一些 因为释迦牟尼佛怎么说啊 人生无常 世间围垂 无常的意思 随时都可能死亡 有的人说老人会死 也有人说 棺材是装死人 背地是装老人 小孩也会死啊 年轻的人也会死啊 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的 因此 贾牟尼佛说的很好 所以人命在呼吸之间 一口气不来呢 这就等于就是死亡 什么时候一口气不来 谁都不知道 这就说明了 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 生命呢 这是非常脆弱的 而我们的环境本身呢 也是很脆弱的 随时都会啊 遭到破坏 因此呢 只有居安思维 在自己住的安定的生活之中 要想到有对于啊 危险灾难的发生 如何做好呢 防灾防难的措施 然后呢 心理上要有准备 随时随地啊 有灾难降临 已经有了应变的准备 还没有办法把这个灾难呢 避免的话 那我们就面对它 就接受它 因为心理上已经有准备了 你不接受它 你也得接受 没有办法避免的是 你非接受不可 那自己心里边呢 就不会啊 有一种恐惧感了 如果来了 能够处理的 能够避免的 我们尽量的用人力来避免它 如果人力都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 怎么办 那我们只有啊 以信心 以信仰 来啊 使得我们心里边有安全 有安定感 所以作为一个宗教徒来讲 我们呢 相信有佛 有菩萨 我们说 信佛 信菩萨的人就不死吗 就不遇到灾难吗 没准备死 照样的会有灾难 不过呢 一个信了佛的人 一个信了菩萨的人 信了神的人呢 他心里边呢 说没有关系 我这个身体虽然死了 死了以后 我会进天国 我会啊 到佛国净土去 跟佛与菩萨同战 这个身体 这是一个暂时的幻象 暂时的一个现象 离开了身体 没有关系 离开我们这个环境 也没关系 反正这个环境不是安全 不是安定的地方 能够死后有一个安全 安定更彻底的地方 那不是更好吗 不过呢 就是说 寄人天象 寄人实际上是陪父的人 重负的人 广继善缘的人 这好人 那好人就有好报 但是世界上不一定好人就有好报 可是呢 我们多寄人缘呢 会多得一点呢 保障到是真的 今天没有回馈 明天没有回馈 这一生 没有得到回报 我们永远的未来 回报是在哪个地方的 所以是 我们存款呢 存在功德的银行里去 那应该呢 这是更好的安全的保障 对不对 感谢您的更好 对不对 爸爸妈妈